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呢 在這個台灣接下來是這個三天連假 那麼在大陸的部分 連續假期這個五一長假 要來看看 好不容易現在呢 這個疫情啊 已經是這個解封了 所以現在大家都出遊 不管是出國啦 還是大陸的旅遊 來看到在大陸 起爆搶光受完 大陸呢在29號開始展開 五天的五一小長假 那麼現在預估出遊人潮 上看2.4億人次 真的是多到滿出來 熱門的城市呢 房間訂不到 甚至呢我們可以看到 還有這個車票也都受光了 好開啟了這個人潮模式 在大陸的五一長假 旅遊熱度大回升 預估會有2.4億的人次出遊 網友來爆料 說成都有民宿推出是稅 大廳躺椅 價格是100多到300多不等 而且還被訂光光 真的是花錢找醉獸嗎 先帶你來看 車站人山人海全是人頭 大陸五一長假 旅遊高峰 預計將達2.4億人次 各地人潮湧現住宿 更是一防難求 成都民宿竟推出約台幣 162元水唐液 有如在行軍一樣 居然還預定一空 另一間民宿則推出大廳唐液 最貴要價80元 人民幣約台幣354元 網友傻眼知乎 幹嘛花錢找醉獸 不少旅宿業者想借五一假期 發大財 漲價不手軟 大連酒店客房一碗約台幣387元 飆到4368元 漲幅超過10倍 福建甚至有不肖業者 謊稱民宿被懷疑嫖娼 而被查封 要求顧客取消預訂 結果被發現 事後重新訂價 拉抬房價大賺一筆 海南三亞10萬元一碗的套房也被訂完 海外旅遊的預約量也暴增18倍 出國熱門地包括泰國 日本和新加坡 上海浦東機場拍對人籠 看不到鏡頭 而為了防止不肖人士在民宿飯店偷拍 大陸警花特地拍片宣導 教民眾用手機查針孔 關閉房間燈 拉上窗簾 讓房間處於完全黑暗狀態 打開手機拍照功能 繞房間一圈 若發現屏幕上有紅點 則可能是針孔攝像頭 掌握防偷拍法 避免無辜受害 掃了出油性質 記者綜合報導 哇 真的是滿滿的人潮 人潮就帶來滿滿的前潮 現在大陸的五一廉價啟動了 專家預估呢 五天將會有2.4億的人潮湧出 那麼這已經恢復到 2019年的104% 如果說呢 從這個旅遊的收入來看到 也恢復到2019年83%以上 在國內的訂單 五年來最高 而且估計能夠創造出 1200億人民幣以上的收入 其實我們接下來 要請教一下民歌了 不只是在大陸啦 像是台灣呢 還有世界各地 現在都是一個報復旅遊 但是可以看到 當然大陸人多 所以呢 在這個不管是 整個人次 或者是呢 創造所有收入都十分的驚人 對啊 其實關鍵就在於說 因為中國大陸 他們在這個 COVID-19的這個新冠疫情期間 可以說是全世界算是 封閉最久的國家 而且封的很徹底 沒有沒有錯 那其實你說像我們台灣 即便是這個 其中有一些這個本土的疫情的爆發 但是 大部分 比如說我們講2020年 2020年我們就曾經有過一波所謂的本土出油潮了 是是對那中國大陸是一直 老實說封城解封封城解封 這樣子頻繁的這樣子 在這個疫情期間 大部分大規模的 這種國內的旅遊全部都停擺 幾乎是完全沒有 那只剩下他們只能在這個自己的城市內部 那所以這種跨城市的旅遊 終於今年從年初開始解封之後 那一開始第一個長假是所謂的春節 那春節終究還是要返鄉為主 那這一次他們這個五一長假就變成是一個 可以比較是純休閒的長假的第一次 真的去旅遊了 沒有錯 就是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暴富性的旅遊潮 那這個旅遊潮對中國大陸來講 他們還有一個很關鍵 就是這種所謂的中產階級的一個崛起 就是8090後這個消費世代 他們今朝有酒今朝對 就是相對來講 不像是你知道他們中國大陸老一輩 可能苦過來的 他們對於這個消費旅遊 有時候也會比較謹慎 但是年輕一代他們就會覺得說 反正我今天我能夠休息 我趕快去找個地方玩 但是呢出國門檻 五天你要出國難度又有點高 能出國的有能力的當然可以出國 那有些大部分 他覺得我就在國內旅遊 那加上這個這幾年 其實中國大陸的這個 不管是高鐵的交通網 或者說他們許多的這種 這個旅遊的景點 其實經過疫情 等於說他疫情的封閉過後 一個重新復甦來 然後整個國家看起來是一個 就是欣欣向榮 那對於我當然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中國大陸從過去比較是一個 封閉保守的一個國度 慢慢他們的人民 慢慢也有了錢 有了這種休閒旅遊的概念 然後呢 慢慢各個城市會去爭取 這種所謂的觀光旅遊課 那其實其實老實說 其實你換到像台灣 我們在那個清明連假 我們那時候也是五天 其實清明連假就有點類似 我們那個時候 哇那個國內的旅遊潮也是一樣 非常的誇張 所以也是有一些亂象出現 這是肯定的 這個是你任何一個國度 都會有這樣的現象 但好比說好比說這個其實 就像我們在每一次 每一次這種所謂返鄉人潮 如果你塞在路上 難免會有一些這個情緒 或怎麼樣的 或者比如說你搭高鐵 你就把這個什麼鞋子脫下來 然後呢光著腳 然後最近有一些這個綠營的媒體 就會去講說 中國大陸什麼搭高鐵的 什麼人的素質很差 其實老實說 不管哪一個國家高鐵上面 都有類似這樣的狀況 所以這個其實是因為人多 多了 那當然很自然就會有一些 比較是他們就是庶民生活嘛 他就覺得說 我在這個車上 我可以這樣子 那當然這個就是要看 一個國家的所謂的 你要說這個功德心也好 或是他們的文化的水平 不斷的提升才有可能去改變 那其實這一次這個五一 對於中國大陸有一個很關鍵 就是畢竟是告別疫情後等於 整個經濟景氣的重新復甦的概念 那他們的內需產業 應該說內需的經濟 對中國大陸來講 一直都不是問題 因為他們的市場 就是說國內的消費 只要一次刺激出來 他們那個市場就會馬上 蓬勃的就回到這個所謂 疫情前的這個現象 那其實這其實是比較讓我們 應該說中國大陸跟台灣 其實我們最大的差異 也就是在這個人口的部分 中國大陸的你看是2.4億 其實也不過每平均 大概就是每五個中國人 就有一個人最近這一次的 五一連假要出去玩 對要出去玩 還沒有全部出去喔 沒有錯沒有錯 所以其實像這一次這樣的一個概念 當然也是某種程度 也是考驗中國大陸 對觀光旅遊業的復甦 準備好了沒有 因為在長大概兩年多的 這種所謂的封城解封 封城解封 平凡的這樣子反覆的 這樣對於這種觀光旅遊業 是極度寒冬的狀況下 他們一定是非常的興奮 開心喔 哎呀終於可以這個迎來一波 這個春暖花開的這個時節 那當然我覺得這一次 其實現在是全世界 大家要記得是全世界 都開始搶客人了 現在是一個全球 因為整個都告別 所謂的疫情的期間 那全球都開始搶 這種觀光客的時候 那相對來講 我們也要思考一下 我們台灣的競爭力在哪邊 那這個就是說 中國大陸 他們也開始 要開始 這很快 就會去全球各地去搶客人 除了他們國內既有的消費以外 他們的這種搶客的實力 會不會也很強 這個就是後續我們可以觀察 是我們可以看到 所以現在呢 大家就說一個流動的 中國大陸終於回來了 因為大家終於可以 這個自由旅行 那麼除了在國內之外呢 可以看到 在這個出國的部分 出境的旅遊熱度也是上升 像上海的普通國際機場 預估在唯廉價 那麼能夠達到21.7萬人次 一天就有4.3萬人 還有在上海的紅橋國際機場呢 出旅客也會來到3.3萬人 那麼在這個日均有將近 大概7000人次左右 所以呢再次突破了一個新高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跟2019啦 這個部分當然是多出了很多 那麼當中熱門的城市 如果說你在國內旅遊的話 真的是一票難求耶 包含了上海紅橋火車站 停止售票 因為呢在這個紅橋的部分 開網全中國大陸車票 28號全部賣光 那麼甚至呢 在這邊 它是115年來的首次 特別在他們這個開門上頭 也寫了好這個票已經賣光光了 我們請教卓倫東教授 好大陸現在這一波這個旅遊的熱潮 其實真的是相對於這過去兩年 是很大的一個爆發性 噴發性的成長 那其實大陸的這個媒體 做了一個這個報導 就是說今年 比如像說他舉的例子 就是4月28號 4月28號 這個大陸的這個國際班機 國際航班 首次超過了1000架次 就實際直飛的有超過1000架次 那國內的航班 大概是13650架次 那麼他說這個當然是很 很重大的一個突破 所以說可以看到就是大陸的這個 它的旅遊成長 是今年是噴發式的成長 我們剛講到就是說國際航班數 因為國際航班數 在過去這兩這三年來講 最高也就是一天最多 是400多架次 那是2020年 到了後來2021年2022年的時候 都是大概200多架次是最高的 所以說這一次出現了這個 上千架次 就說明了其實不只是大陸 國內的旅遊大幅的成長 連國際的旅遊也大幅的成長 那好 那這個其實也反映了大陸現在一個 整體的一個經濟發展的一個動能 這個就好像大陸的媒體人講的 是不是那個流動的中國又回來了 那這個裡頭其實到底要說明的是什麼現象呢 第一個就是可以看到大陸今年它經濟成長的一個很重要的動能 是國內的需求 所以現在各級政府都在提出各樣的政策是去完善所謂的消費的措施 讓消費者能夠更容易的去消費 所以你看包括像這個 各地方的這種這個接待旅客方面也提出了很多辯明的措施 那最近一次開的這個政治局會議啊 中共政治局會議其實就出就在談主要的一個內容 就在談現在大陸的這個經濟現況 那當然它提到了我認為其實第一個是肯定的就是過去這一季 第一季的一個成長的情況就是差不多4.5% 而且出口也有顯著的成長 但是因為今年的這個整個目標是5.5% 所以說今年第一季的成長其實還是不夠的 還是要加強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就是在這個政治局會議 它後來的新聞發布裡頭它也看到的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說雖然需求上來了 但是還是不足的 就是它現在只是一個恢復性的成長 還沒有真正有一個比較強有力的動能去推進成長 這個是比較令人擔心的地方 所以當然旅遊的恢復我認為是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還有其他方面的這個生產的推進 因為旅遊它反映的是需求 但除了這一方面的需求 其實對於整個經濟成長來講非常重要的一塊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耐久才的購買 這個包括我們大家看到最大件是汽車了 但還有很多比如像是3C產品也好了 或其他的家電產品也好了 或其他的這種所謂比較大件的物資的購買 這些物品的購買 其實才也是同樣對於消費力成長來講 跟旅遊一樣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部分當然還需要再加大力度 所以在政治局會議這一次 就是中共中央的政治局的會議這一次 它特別談到的一個事情是什麼 就是說貨幣政策還是要精準的投入 就是說還是不能夠少這一塊的工具 因為你如果現在就是讓這個 讓完全放手讓這個市場自己去 自己去成長的話 可能動能還是不足的 所以包括財政政策跟貨幣政策都要有適度的投入 當然這個適度的投入 它也有一定的限制了 那這個裡頭所限制到的就是說 它要必須去考慮到所謂既有的政府債務的問題 但是另外一方面 要進一步去拓展整個這個成長的動能 擴大強化成長的動能 大概兩塊很重要 第一個就是小微企業 其實你看旅遊很多都是小微企業 雖然就在地的人民來說 可能有時候會覺得蠻困擾的 這麼多人懶 但是它其實幫助的是小微企業 像台灣現在我們很多人跑到國外去旅遊 那很多人這些到國外去旅遊 他的一個抱怨是說在國內的旅遊 好像比在國外的旅遊還要貴 對 包含了住宿是特別的 這個其實就是政府應該要去介入 就是說怎麼樣去輔導國內的廠商 或怎麼樣能夠開拓客源 包括說能夠跟大陸之間有一個好的溝通 讓這個陸客重新回到台灣來 我想這些都會是使得 這個國內的價格能夠下來 很重要的一個條件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旅遊其實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需求 因為它會照顧到是很多的所謂的小微企業 很多的這些小型的企業 它其實是就業上很重要的一個支撐 那大陸其實跟台灣現在都是一樣 就碰到青年就業的問題 那青年就業其實小微企業 就是很重要的一個機會 第二個是什麼呢 就是外來投資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不只是說是這個旅客來了 而且投資也能夠跟著過來 那才能夠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這個大概是未來大陸這一年 還需要再繼續努力的 兩個重要的方向吧 是有的